天氣變冷又下雨 中立快樂兒童班及慈少們 一百多位家長和學員不放棄 穿著雨衣加入淨灘的行列 只要能帶走的絕不留下 從小在金門長大的呂彥均 很懷念家鄉的那一片沙灘 你愛金門的沙灘嗎 對 金門的沙灘我都脫光要去游泳 父母因為工作搬到中立來 他期待每一的沙灘也能夠在這裡看見 我們那個金門是潮濕地 很多螃蟹還有鳥類都來 世界地球日桃園市政府舉辦淨灘活動 有2500元報名 一個早上慈濟志工就清出了50袋的垃圾 泡棉 保綠龍 還有那些 像剛剛有一個孩子們在拉肺的電線 電纜電線根本已經生在土裡 沙子裡面都拉不出來了 那應該是堆積很久了 因為下雨又夾帶泥沙 每一袋都很有份量 大家同心協力搬到堤防邊 移除了大地的負擔 心情也清爽許多 當然新聞真身美志工張美智 呂貴樹 桃園報導